遠景指導住處歹人 魏超集團的幕後主仙 竟然是這一名越南女子 賈的錢在哪裡 賈的錢放在哪裡 我沒有東西啊 你就趕快拿出來啦 東西在哪裡啊 已經跟妳一個月了啦 賈超藏在遺櫃裡 百姆和油墨也全被搜出來 但他還裝傻 甚至通通推給男朋友 那是誰的啦 那就是之前我的男朋友的 什麼之前 之前早就被抓了啊 之前 再怎麼牽托也沒用 女主仙被靠起來帶走 她製造將近三百萬的賈超 其中三十五萬元 已經流入市面 就連高中校園的福利社 竟然也變成戲簽的地點 學生第一次啊 是有使用成功啊 那在福利社的員工啊 在清點金錢金額的時候 有發現啊 那個偽超的一個情形 所以有特別跟學校教官 這邊做反應 警方追查台中有兩名高中生 因為打工認識了 衛超集團的成員 這兩個學生用一千元 徵超換六千元衛超 再拿假超到學校的福利社 消費洗錢 結果當場被校方抓包 調狀的薄膜 調狀薄膜 一般衛超的部分 它不會變色 那我們徵超的話 會有七彩 七彩的光影變化 一時貪念買衛超 兩名高中生 最終會面臨十年的刑責 年紀輕輕被衛超集團洗腦 犯下大錯 後悔莫及 介陳思源台中報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